哈啰 大家好 我是Fiona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教你如何申请TD的模拟账户 好 那TD有分真实账户跟模拟账户两种 那这里要记得提醒各位同学 如果你有报名我们BOS两天的实在营 记得上课前 就是如果你的真实账户还来不及开好的话 模拟账户一定要开启喔 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都会手把手的来带大家如何来去做操作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这支影片的内容 我们要来教大家如何申请TD的模拟账户 那TD模拟账户的申请方法 你可以就是点选上面的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我也会放在影片底下说明栏的位置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Google搜寻引擎上面搜寻关键字 关键字其实你打TOS Paper Money 这个关键字在搜寻的第一个选项 这里你也可以点进去 一样我们会来到这个网址 好 那它实际的画面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要选择上方的这个Paper Money Paper Money其实就是模拟账户的意思 他会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有没有TD的一个账户 我们这里要选择没有 因为如果你已经是有真实账户的同学 其实你的模拟账户你就可以永久使用 所以这部影片是否给没有开TD真实账户 但是你又急着要上课的同学来去做使用的喔 只要你已经有了TD的真实账户 其实你就可以使用TD的模拟账户 而且是没有期限的喔 好 所以这里我们选择没有 接下来我们输入认证码然后往下滑 接下来它会依需要你输入你的账号密码 跟再次输入密码 好 那你这里的账号跟密码要记得要记得 因为你的接下来你要登录模拟账户的时候 你就会需要输入你的账号跟密码 接下来呢它会要求你输入你的名字姓氏 那这里呢你不是输入真名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只是一个模拟的账户 所以就可以输入你的假名也可以 好 然后这里来它会要你输入你的电子信箱 然后再次确认电子信箱以及你的手机电话号码 这些相关资料输入完之后呢我们就往下滑 往下滑之后呢它会开始要求你要填写一些地址的一些资料 那这些地址呢其实也是大概填写就好了 不用到很精准 因为这只是一个模拟账户 所以你不需要呢真的把你家的地址全部打上去 我们可以就是大概填写就好 好 填写完之后呢我们再往下滑 往下滑这里呢它会询问你交易经验的地方 那这里有个小诀窍就是千万不要选到零 我们就可以选择呢零在下一个选项 一到五年跟一到九年 在它下面会问你说 你对哪一些相关的商品有兴趣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就是你有兴趣的商品 打勾完之后它会问你说 你有没有这个账户 那我们就是选择no没有 然后呢就按申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你就会来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会写nice move 恭喜你你只要看到这个画面呢 你就已经开完你的模拟账户了 那这个模拟账户开完之后 它底下它就会引导你说 那如果你是Mac电脑 或者是说如果你是Windows电脑 你要如何来去下载这些软体 好那你呢就是把软体下载完之后 你就可以用你刚刚设定的模拟账户的账号 跟密码进去 然后就可以开始练习操作啰 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呢今天这支影片的教学 只有教你如何开模拟账户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开真实账户的同学呢 我们有录另外一支是开真实账户的影片 那我也会把影片放在影片底下说明栏的地方 那只要呢你只要有开TD的真实账户 其实你就可以永久使用模拟账户了 因为呢我们之前在测试呢 模拟账户呢它只有两个月的使用时间 所以如果你只要两个月的时间到了 你就必须说你要再重新申请一个模拟账户 那与其这样子不如你就直接开一个TD真实账户对吧 而且呢你开TD的真实账户 你才可以开始真的就是把钱汇过去美国 真的开始去投资啊跟买入属于你自己的资产喔 那这里呢其实我也有帮大家打电话去给TD客服问过了 TD客服其实也都建议大家 我们可以直接开立一个真实的账户 因为只要你有真实的账户 你就可以呢永久的使用模拟账户 那你的模拟账户呢使用熟悉了 OK你已经懂得下单了 那个时候你再把钱汇到TD 然后才开始用你真实的账户去做交易 以上呢就是今天这支影片 教大家如何来开TD的模拟账户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